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,随着全球国门开放,跨国婚姻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了,尤其在一些邻近国家之间更成如此,在中国也经常可以看到跨国婚姻的实力,当然这也和我国生活水平提高有很大的关系,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到中国定居,而这些来中国定居的外国小伙伴一般都会选择在当地找个对象,结婚安家,但在跨国婚姻中也出现了这么一股泥石流。 那就是爱离家出走的越南小姐姐,近些年就有过不少关于越南姑娘嫁到中国,没过多久又逃回国的情况,这种事情常看新闻的小伙伴都已经见怪不怪了,但还是觉得很好奇,为什么他们就老喜欢没事瞎跑,难道中间还有什么引擎吗? 经过调查后才知道,原来越南姑娘对中国的了解,冲击量就是透过一些影视剧,看到中国城市的风貌,以为到处都是一派灯红酒绿的景象,所以很多越南姑娘一开始都向往之嫁给中国土豪,但实际情况却和愿望背道而驰,因为会脱关系,找越南媳妇的,通常都是那种生活不富裕,在当地娶不起妻子的农村小伙, 就是因为没有多少积蓄才想着讨个便宜点的越南媳妇,越南姑娘们嫁过来后,发现这哪里是土豪家的少奶奶生活,又要照顾老小又要干努活,不跑才怪嘞,所以嘛,这就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,把眼光放得太高,走路就容易掉坑里,好了,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,喜欢的小伴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。